看一下 这是你们写作业的桌子 刘维刚一家人从重庆来到近江生活 两个女儿大学学费 加上还有为成年双胞胎要抚养 她租不起更好的房子 只能用杂物拼凑起一个家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 对你们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答 回报你们 我心里面静静地感激你们 妈妈舒服吗 舒服 好乖 爸爸舒服吗 感受到父母辛劳 趁这次志工到来 两兄弟以实际行动感谢父母 爸爸 怎么样 心情怎么样 太少了 比吃蜂蜜还甜 两个小孩帮他爸爸妈妈洗脚 那是挺感触的 感觉这种风味挺好的 那么以后你回找个机会吧 帮我妈妈洗脚 同样在大山后村也能感受到孩子的贴心 听闻志工脚步伸 两个孩子跑出巷弄张开双臂迎接 我那一抱起一瞬间跟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刚才的师父像他爸爸妈妈一样 然后刚才抱那个小孩子我自己心里也快融化了 因为就联想到自己的身体 我们现在是四肢还健全头脑还灵活 我们就更应该要身体力行出来帮助别人 五岁的穆辛武两年前发生烧伤意外 但现在的他能够大方亲吻志工脸颊 学会用左手装水画画 头也开始长出黑发 很怕 就是像慈志工这些过来的时候还是很怕 看久了就像一家人一样也不会怕 很感谢志工还有这些师兄姿姐的关心 还有这些帮助 志工给予的温暖 让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 大家新闻中山北志工 廖雅面 曾美玲 福建报导 师傅